10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授勋名單 來自香港各界共687人獲得家序 其中就包括香港藝人陳百祥 近日陳百祥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聽到消息時很驚奇 陳百祥熱心公益組建公益機構 多年來為社會有需要人士帶去幫助和溫暖 與譚永玲 曾志偉 梅艷芳等一起 用藝人的影響力幫助更多的人 香港特區政府給她的嘉許雨中 稱她為新一代演藝人的模範 認為她熱心公益 貢獻良多 是促進社會和諧與溝通的良好榜樣 但她為香港社會所做的並不止於此 2019年香港爆發修理風波時 陳百祥主動站在風口浪間 成為第一批勇敢稱敬的藝人 我身為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人 看到香港突然間好像淪陷一樣 完全在我的常識之下 我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發生 我經常都強調 你想法不要緊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有一條底線就是 你一定要守法 你不可以犯法 疲於奔命的 在前線的警務人員 那又 哇 你又用暴力 你又燒它 又傷害它 那麼沒有人出來說回 小小鼓勵或者公道的話 那麼我自發性就去囉 黑暴最激烈的時候 陳百祥帶著物資到金屬進行慰問 參與守護香港大集會與31萬香港市民一起反暴力撐警察 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多次公開發聲 他也因此遭到不少意見不同者的騷擾和影響 說不擔心就假啦 他們在網上偉來燒我這間屋 說什麼都寫光啦 人呢 你不可以因為恐懼 而沒有自己立場 我說我的字典裡面只有一個字 我是不會寫 還有怕的字 持續一年有餘的修理風波 如今慢慢平息 隨著黑暴相關案件的逐步開審 越來越多的違法者得到應有的懲罰 對於被商戶違法而前途淨毀的青年人 陳百祥從最初的憤怒痛心到如今難受遺憾 其實是相感的 你整個社會這樣是不健康的 還有 這些都不是說很老套的說 我們的前途就是有 在年輕人的手 我們的前途在所有人的手 現在八間大學 有一些另外的 其實培養了很多人才出來的 應該為社會做更多的事啦 還有你選擇的路 是你自己選的 你記住 你選了 你就去負責 最重要的事 不要犯法 今年69歲的陳百祥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一直深愛著這一方土地 他懷念香港人一起奮鬥 各行各業蒸蒸日上的黃金歲月 如今 香港經歷了黑暴和疫情的雙重打擊 但陳百祥仍對未來充滿希望 一個社會要穩定 你才有機會繁榮 現在希望向好的方向 只要大家守法 其實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 非常讓你有發揮 創意或者發揮 你的能量的地方 你自己有自己的理想 香港一定給你最好的機會 這是我在香港七十年的經驗